那目前呢就是俄罗斯指责说是乌克兰进行的这个行刺普京 然而呢乌克兰方面是坚决否认真相是扑朔迷离 那么经过分析呢我个人倾向认为说普京呢是在搞假期行动 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 那么我找到了四大疑点 后边他就将如何发展呢 我们看到是俄乌无人机大战已经开始 双方呢今天是在救火真亡 我们先来看一下呢有关视频 这个是俄罗斯官方发布的 只是一个物体呢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爆炸 那么建筑物的屋顶着火冒出了浓烟 俄罗斯官方称说这是恐怖袭击 还说呢两架无人机进入克里姆林宫之后 被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击落 俄罗斯指责说这是乌克兰方面试图行刺普京未遂 克里姆林宫在官方网站上他发表了一份声明中说 俄罗斯军方和特种部队已经呢 使两架攻击型无人机式失效 那么碎片坠毁戴克里姆林宫的地面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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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